第233章 欲火重生 没跑远 就在破罗大院的后面 李浩说闭关那是真就闭关不管窗外事了 此刻的李浩 正在全力吸收两种属性 光明和黑暗 这些天 他一直都在吸收这两种能量 两条如同游龙一般的小超能锁 正在体内游荡着 再破两条超能锁 也许不如破了五脏四条超能锁强大 可应该比破了五脏三条更强 光暗超能锁游荡着 此刻 李浩考虑的是 破碎超能锁的话 这两者释放的潜能 自己的肉身能否抗住 会增强多少实力 身体和骨骼 能承受住下一次力量的爆发吗 而若是单独破碎一条 会不会出现力量失衡 种种念头 浮现在脑海中 又想到了之前的一些想法和猜测 是否这一次一起试试看 先不全破 而是先破开一点 释放能量 如同解封一般 在尝试封堵住 一个个念头 浮现在脑海中 李浩也是胆大的性子 或者说 此刻的他 也不怕破碎了超能锁 所以心中有底气 也胆子大了起来 破 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下一刻 精神力融入其中 神意 气血纳入 如同血刀诀 汇聚血肉 按照经测当中的手法 李浩凭空凝聚出两个大字 破 咚 以气血 精神为基 勾勒出两个大字 两个大字 隐约间闪烁出光辉 凝气血精神 缺乏本源之称 鼓舞 此刻应该汇聚本源之力 才会让这两个大字强大起来 缺乏了本源之力 鼓舞当中强大的振兴绝学 此刻在李浩看来 也不过一般 这样的攻击力 也许还不如血刀诀汇聚而成的刀翼 这样的话 太弱小了 李浩心中想着 想到了什么 下一刻 体内忽然两股力量暴动 一股微风 一股微雷 风雷汇聚 下一秒 风雷分开 两股能量 涌入两个大字之中 破字雷霆闪烁 攻字 巨风四起 分割体内神通 融入两个大字之中 最好完成固化 可李浩尝试了一下 又觉得有些别扭 原本的攻破二字 和风雷属性 又好像有些不合 李浩陷入了沉思中 振兴绝学 每一种绝学 看似差不多 都代表了一条武道路 而不是胡乱拼凑出一个字 攻 代表了心武臣家 不死不休的狂野战法 破 代表了心武蒋家 破灭万物的破灭之意 战道为破 核心 都是家族老祖的大道之力 借用的也是大道之力 并非单纯的几个字而已 道 字 以字融道 李浩好像明白了什么 感受到两个大字 和自己的风雷属性 好像有些不合 大体上明误 并非方法不对 而是融入的力量不对 不匹配 所以 就该匹配这条道 才能融入这个字 风雷也好 攻破也罢 只是一种载体 代表了不同的道路 这一刻的李浩 又有了些新想法 既然如此 那我勾勒风雷二字 来融入风雷属性吗 以神通之力 去勾勒 顺其自然 那又如何 振兴绝学 不就是如此吗 他手握两本金册 对这种手段并不算陌生 两家绝学 关键在于一个亿 顺我心意 以一刻字 容道入字 这也是目前为止 李浩接触的鼓舞当中 最高深的绝学 心中有了想法 有了苗头 李浩不再犹豫 瞬间推倒重来 破弓二字 瞬间破碎 气血回流 李浩吸纳了一些贱能 吞噬了一滴生命之泉 恢复了自身受创 正如气团长所言 又死不了人 多是几次好了 下一刻 体内气血再次汇聚 这一次 从一开始 就有风雷之力汇聚而来 超能波动 能量一散 以超能神通为机 隐约间 一个大字 一点点成形 凤 四周 狂风呼啸 好像汇聚了天地之势 下一刻 咔嚓一声 狂风咆哮 空中字体破碎 李浩一口鲜血喷出 一脸茫然 为何 会破碎呢 我按照振兴城的绝学 步骤没什么区别 只是构建的力量基础不同 为何会破碎了 前面 周副署长正在忙碌 红一堂也刚回来 正在和女儿解释什么 忽然 两人都朝后方看去 一股微风 轻轻拂过 仿佛夹杂着一些鲜血的味道 两人有些疑惑 红一堂朝后看去 有些古怪 李浩在干嘛 风系神通吗 所谓神通 便是超能之力 牵引天地之力 并非单独的自身之力 而是勾连外界之力 形成力量的增幅 这便是神通 袁硕的武士大成 勾连外界天地之力 当日占徐庆 便有神通之事 当然 袁硕不认为 那是神通罢了 在红一堂看来 神通就是这样 以小推大 以自身之力 推动外界之力 以一变时 瞬间强悍许多 这就是神通 神通是由内极外的 李浩现在在做什么 修炼神通 熟炼神通吗 有必要吗 红一堂一直看着后面 身旁 红青不满道 爹 你还没说 你为什么这么强呢 随便练练就这样了 红一堂敷衍了一句 随意抓过一抹微风 微风拂过 好像残留了一些力量 他感受了一下 也没感受到什么 太过特殊的地方 有些没弄明白 李浩在干什么 那家伙闭关 不是为了打开 更多的超能锁吗 风雷属性 他早就打开了呀 周副署长也感应了一番 好像在思考什么 伴上摇头不再去想 刚刚那一瞬间 李浩好像神通失败了 可是 神通失败了 还叫神通静吗 什么情况 他也不是太理解 而李浩也是茫然 为什么会破碎 风力太强吗 固化的基础不够 还是其他原因 奇怪 李浩陷入了沉思中 力量太散乱了吗 还是如何 气血 精神 能量 显得太过杂乱了 无法相融合对吗 这一瞬间 血刀绝 五情土纳树 两本秘书 映入脑海之中 这两者 都具备融合之效 可如何在神通之中 去使用这两者呢 他本意只是弄个东西 挡一挡超能锁力量一散 希望能不破碎 超能锁的情况下 控制超能锁 此刻 却是来了点兴趣 若是刚刚顺利完成 文字的勾勒 那他 还不会太上心 可瞬间破碎 让他意识到 这其中存在一些特殊的地方 有趣 勾勒而成的疯子 因为外界 涌入的力量太强了 所以才会破碎 那可以控制外来力量吗 一点点地输入 一点点地勾勒强大 一个个念头 浮现在脑海中 试试看好了 反正 死不了人 想到这 李浩笑了一声 这一次 再次恢复了一些气血和精神 服用一滴生命之泉 一口微弱的血液喷出 以血勾勒文字 疯 只是一笔 李浩输入了大量风能 外界 又有风力席卷而来 这一刻 北城刮起了一阵清风 一股淡淡的能量波动席卷 瞬间钻入李浩这边 李浩刚要收拢力量 忽然一股犀利传来 外来之力 瞬间崩溃 李浩一正 抬头一看 不远处 黑豹一脸妖功姿态 看着李浩 我给吃了 给力波 李浩哭笑不得 第一次涌入外来之力 黑豹没管 结果字体破碎 显然黑豹是觉得 第一次很失职 这一次 干脆直接吞掉了外来之力 他想开口说什么 忽然一正 没了外来之力涌入 此刻 面前浮现出一道淡淡的金光 之前勾勒出的一笔 居然渐渐凝固了 没有出现破碎 李浩愣神 居然保持住了稳定 李浩心中微动 看向黑豹 眼神变幻 待会你 继续吸纳外来之力 我不让你放过来 不要放任何能量涌入 哇 黑豹点头 有些得意 看到了吧 还是我管用 李浩笑了笑 不再说什么 继续输入一些风能 融入气血精神 勾勒文字 振兴绝学吗 很有意思啊 只是不知道 勾勒成功后 能否如同神通一般 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种种念头浮现 一道道风之力涌入 渐渐地 一个大字开始成形 风 恍如飓风咆哮 陡然 当体内大半风能涌入 大字瞬间凝聚成功 可李浩看了一眼 却是微微皱眉 好像有些缺乏灵性 和经测中 那些强者显露的绝学不同 黑豹 放能量进入 黑豹瞬间停下了吞噬 而此刻 风子迎风而起 四周 一股狂风呼啸而来 那风子瞬间壮大 一股特殊波动 瞬间爆发 如同神通爆发一般 下一刻 轰隆一声巨响 大量的能量涌入字体之中 瞬间将字体炸裂开 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瞬间被黑豹吞噬 李浩却是再次一口鲜血 喷涌而出 他微微皱眉 什么情况 无法控制外来能量的输入 只会疯狂吸收 导致最后 化成了炸弹一样的东西 直接炸裂开 倒是伤敌的好手段 可是如此一来 就如同一次性符咒 得不偿失了 消耗大不说 破坏力也有限 李浩挠头 有些尴尬 只是一次小尝试罢了 居然几次都失败了 他只是照葫芦画瓢 按照振兴成绝学来的 这都能失败 就我 还能创造武学 不得不说 这下子 有些伤自尊了 他不是凭空创造 只是按部就班 按照振兴成的绝学 照葫芦画瓢的创造改良 结果失败了 若是没有剑能 没有生命之权 就这两次 他就得重伤垂死 这一刻 忽然羡慕佩服老师 真厉害 当初那么弱的袁硕 怎么想到去改良古武功法呢 为何不直接去修炼 而是改良融合呢 多危险啊 稍有不慎 就会死人的 李浩没再去尝试 而是陷入了沉思中 片刻后 又取出了两本经测 仔细研究 感悟其中的不同 和关键之处 步骤没问题 但是振兴绝学 有大道之力辅助 有本源之力 维持形神不灭 而我 没有本源之力 他没有本源之力 所以显得格外的散乱 字体也有些无力 撑不住外来力量的 涌路加持 可若是没有这些 外来之力加持 那勾勒出来的字体 就没什么威力可言了 行神俱备 很难的 又没有本源道了 心中想着 忽然一正 他记得 小树曾说过什么 和本源道有些关系 李浩瞬间精神融入储物界 树前辈 在 前辈 当日你用本源道给我感悟 你曾说过 我们竟然没有了本源道 但是也有类似之道 嗯 你当日爆发式 势如破竹 那种感觉 有些西年初五之道的感觉 初五也没本源道 但是以兵为道 是 嗯 李浩一正 是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都没顾得上和小树打招呼 瞬间消失 看向之前字体破碎的地方 我勾勒出来的字 好像缺乏了灵魂 显得格外的苍白无力 可若是 荣氏进入呢 他瞬间精神融入五脏 感受着五脏中 五世融入五脉的情况 虽然已经沉寂 可还能隐约感受到 一二 五条超能锁 好像还活着 是的 活着 带着一种特殊的独特个性 让人一看就觉得 五脏都是活的 是 也是一种活物 风 风式 活性 灵性 李浩一下子好像明白了什么 没了本源道 我们如今动用古武绝学 始终都差了一点 可是 若是荣氏进入呢 已是代替本源道呢 是 一种源自本性的五道感悟 也是一种五道的体现 是和神意 是不一样的 神意只是单纯的力量 而是 不是力量 是一种大道的体现 这一刻 忽然有些明白 当日霸刀离开之前 和自己说的那番话了 当你彻底明白了 是和神意的区别 也许你就可以走上不同的路了 霸刀 好像早就明白了 李浩之前也明白 可还是不太清晰 今日 却是感觉清晰了许多 战天城 小树 袁硕 振兴绝学 这些东西 都给他带来了很多感触 今日只是照葫芦画瓢 却是一次次失败 让李浩彻底意识到 古武和金武的不同 双方 不再是一个体系了 不一样了 完全按照以前的古武道路去走 可能很快就会遇到一些瓶颈和门槛 是 才是当今武士 或者说当今修炼者最大的一个特点 超能不具备这些 只是简单的单纯力量堆积 武师具备 所以 武师可塑性很强 众人一直都在说 超能不如武师 可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今日 李浩却是感觉自己 把握住了什么 最大的不同 最大的关键 在于是 掐住无数武师的一关 就在于是 不敢误事 你就无法跨入斗签 这从一开始 就注定让武师的数量 远少于超能 是 也就是说 我若是感悟了风势 融入风能之中 再勾勒橙子 化为绝学 是不是会有些不同之处 外来的力量 是否会被试控制 是有灵性 而单纯的力量 是不具备灵性的 李浩好像发现了什么新大路 下一刻 又想到了什么 想到了老师 想到了武擎土纳树 老师的容神 对 容神 将是融入超能锁中 一点点释放超能锁的力量 为何 如此相向 到最后 应该也是是控制了超能锁 这不是和自己想要的结果 是一样的吗 李浩忽然拍了拍脑袋 哑然失笑 对呀 老师容神之后 武士融入武脉之中 也是为了控制超能锁呀 我真笨 我怎么才反应过来 他还一直在想 如何控制超能锁 老师 不是给出答案了吗 只是 之前老师讲解 他其实不是太懂 今日 自己从别的路去推倒 最终得出了一样的结论 忽然觉得 老师真厉害 不单单如此 感悟也瞬间深重了许多 原来 最终的路 好像都一样 那我破碎了超能锁 再把超能锁中的力量 融合到一起 化为一个字 不也是类似于超能锁一样吗 超能锁无法抽离战斗 而振兴绝学化为的字 却是可以战斗 殊途同归呀 超能和武师 最后的手段 不还是一样吗 李浩有些小小的激动 有些兴奋 这一刻 他忽然很想找袁朔聊聊 荣神之后 是否就是彻底控制超能锁了 破碎超能锁 还是用试控制 将超能锁的能量 融入试中 壮大试 运神 荣神 那在接下来 是不是就是破锁而出了 武晴普纳术 连试和超能锁都能相容 纳试和能量 也一定没问题 此时此刻 李浩只觉得 豁然开朗 老师 好像已经给出了答案 当然 这和老师 直接给自己答案不一样 是他通过别的方法 别的过程 去推导 推导到最后 又回到了这一点 两种不同方式 最终的回归点一样罢了 这就让李浩 多了许多不一样的感受了 想到这 他取出一块传讯玉 迅速疯狂递传讯 袁朔这人 很洒脱 都不给李浩传讯的机会 可是 李浩又不傻 袁朔不行 找碧光剑啊 上次碧光剑走的时候 李浩塞了一块传讯玉过去 是音乐体系的 而非李浩自己的体系 他没这个情报体系 这也是他很少用传讯玉的原因 呼叫吴师叔 呼叫吴师叔 李浩呼叫了好几次 这才得到了回复 何事 我要和老师沟通一会 好像过了一会 好像换了个人 李浩也不知道有没有换人 片刻后 浮现出两个字 快放 行了 就是老师 没错了 吴师容五脉 最终是否要破出 还是彻底融入 化为一体 音乐大地之上 袁朔原本有些不爽 啥时候李浩和碧光剑勾搭上了 此刻看到问话 微微一正 容神一道 他和李浩说得很清楚 无所相容 等到吴师也融合其中 已是阳所 已所仰视 就是容神了 可李浩此刻问的是后面的路 他自己都没走到这一步 哪能知道 到底该如何做 只是有些推断 李浩说的两种可能 都是存在的 不好说 具体是破出来 还是栽种一体 这要看实际情况 现在无法给出准确的答复 涉及到五道 他虽然不太愿意在这上面谈 免得被人监控 可李浩问了 他还是回复了一句 那是是具备灵性的 对吗 袁朔失笑 你才知道吗 当然 就如武情之事 事事随心而出 随武而出 五道根本 自然是具备灵性的 李浩好像沉默了一回 又发来了话语 是可以控制能量进出 控制内境爆发程度 对吗 废话 袁朔皱眉 自己这徒弟 都走到了这一步 还不懂吗 可以想到 他的事已经沉寂 瞬间有些沮丧 也许 这小子想恢复成武师了 可是哪有那么简单 现在是在想办法吗 他有些沮丧 有些遗憾 原本想开骂的 此刻也语气柔和了下来 事是一种总控 事的强弱 其实决定了你的上限 自然是具备调节作用的 李浩又发来的信息 是可以和神秘能并存吗 袁朔陷入了沉思中 这一次 他耗费了许多时间 想了想 又思考很久 给出了答案 应该可以 神秘能是一种能量 而是并非能量 神秘能冲突的是内静 而非是 神秘能和内静 是等同的 而是 是单独存在的 可是需要内静的激发 内静算是一种燃料能源 那神秘能否作为 激发式的能量 袁朔陷入了沉思中 皱起了眉头 他考虑了很久 又道 内静能激发式 那是因为 内静从人体内部诞生 和是算是同源 神秘能是外来物 并非同源 难以激发 那能将神秘能纳入体内 融入血肉 化为一体吗 袁朔心中微动 自己这徒弟 这一次问的问题 越来越深了 他拽着不多的小胡子 冥思苦想 将神秘能融入血肉 化为一体 可以吗 能当成内静来用吗 神秘能的力量 除了一部分外来物 其实还有一部分 是超能锁中诞生的 超能锁为何会诞生神秘能呢 以后超能锁彻底破碎了 武师怎么办呢 超能锁中的能量 是否会取代内静呢 还是说 可以融为一体 一旁 闭光剑看着袁朔 感觉袁朔好像被难住了 此刻正在抓耳挠腮 这样状态的袁朔 还是很少见的 这家伙总是一副 我无所不知的姿态 今日也遇到难题了 李浩一直没能等到 袁朔的回答 他知道 不是老是不回答 而是老是在思考 李浩继续发言 神秘能 也有两种来源 一种是外来的 一种是超能锁中诞生的 外来的 一时半会 也许无法彻底融入血肉 可超能锁和血肉 本是一体 这也是超能锁为的原神能 只是 后期和外来的神秘能 混合到了一起 那是否可以剥离外来能量 单独将原神能 再次融入血肉之中 这一次 过了一会 传讯遇上有了回复 我不是太清楚 我没亲自尝试过 不敢给出肯定答案 你可以试试看 因为你如今的状态 也许可以尝试一下 又过了一会 又一条讯息来了 不要贸然乱世 你开风雷之所 要是 也只能是五脏之所 除非此刻在感悟风雷之事 不建议你去尝试 显然 袁朔很快反应了过来 如今 李浩是已沉寂 恐怕难以再感悟心事 李浩无风雷之事 那只能用五脏之事去尝试 他不建议李浩这么做 太危险了 一旦崩溃了五脏之所 李浩原本还有恢复五师的希望 也许也彻底没了 知道了 谢谢老师 再见 袁朔没再回复 只是暗骂一声 别他们乱世 可是 想到李浩之前的问题 他又皱起了眉头 自己这徒弟 最近感触很多啊 是因为成为超能 无法接受吗 好像钻研很深 怎么了 没事 袁朔直接粉碎了传讯玉 没好气道 不要带这个 这是音乐体系的 音乐的几个老家伙 一定可以追踪定位 我去过啊 全被他们知道了 至于之前和李浩的谈话 也许被知晓 倒是无所谓了 有种你们试试看 不怕死 尽管逝去 他皱眉不已 李浩好像很迫切 希望再次成为五师 这么下去 我担心出问题 该死的九丝 迟早让他们好看 若不是他们 自己徒弟 岂会成为超能 而今 更是在超能之路上 一去不复返 越走越深了 吴洪山也没说什么 他也是李浩给了 才带着 显然李浩觉得 音乐官方那些人 还是可以信任的 当然 这话就不要和袁兽说了 要不然这家伙能骂三天 而此刻 李浩盯着自己的五脏 有些异动 老师也说了 有这个可能 那若是现在 自己破开五脏中的一条锁链 已是融入 吸那超能锁之力 在勾勒文字 化为式的承载物 是不是代表 自己可以将神秘能纳入体内 化为己用了 可是那样一来 就如老师说的 也许断了自己 恢复成五师的希望 现如今 也许还有希望的 可是 这么一直封锁下去 就算恢复成了五师 我也会变成弱者 神秘能和内进 还是有共同点的 玉总管当时说 他先成超能 后面也是将神秘能进化之后 再次塑造超能锁 恢复成了五师 神秘能可以重塑成超能锁的 只要是还在就行 有人从超能化为过五师 说明这两者之间 是有共同点的 而非完全不同的体系 要不要试试看呢 李浩盯着五脏看 心脏中的猛虎 是李浩最为契合的 试之感物 以猛虎收纳神秘能 化为一枚文字 如何 虎 还是虎 当然 这都无所谓了 只是一个承载而已 李浩略显犹豫 可很快 笑了一声 都到了这时候了 有关系吗 无法成为五师 那就成为强大的超能好了 王书长他们 不也说了 无关紧要吗 力量性质不同罢了 可力量还是力量 没太大区别 古武当中 也有顶级强者 总能量一道的 那就试试看 破碎五脏中 一道超能锁 以猛虎 吞噬神秘能 不完全破开 而是劈开一些 以气血凝聚 猛虎收纳 也许有些收获 这一刻 李浩倒是洒脱了许多 若是无法恢复 那就一直当这个超能好了 他也不想是 一直沉寂下去 如今 当初欲要破龙而出的猛虎 再次成为了囚徒 他甘心吗 他也不甘心吧 猛虎出龙 岂能一直被困心脏之中 既然有了想法 那就去尝试一下好了 李浩洒脱一笑 看向心脏 老虎 愿意打破束缚 再出来吗 脑海中 好像有猛虎咆哮声 求虎挣扎 带着雀跃 带着不甘 我心有猛虎 本已出龙 岂能甘心再次沉寂 直到有朝一日 彻底化为死物 猜到了 李浩笑了 我猜到 你不甘心 不甘心就此彻底死去的 既然如此 那就试试看 也许 这一次闭关 真能有些意外收获 只是心脏太过危险 李浩考虑了一下 迅速吞下十滴生命之拳 将心脏包裹 他要断开五锁之桥 破开心脏之锁 释放猛虎之势 若是不行 那就再多一神通 化为火 风 雷三神通 至于光暗两条超能锁 先放放好了 五脏破一条的话 应该能撑住吧 李浩也是狠人 反正都到了这地步了 他也不管了 大不了日后 走全超能路线 咔嚓 五脏之桥 被他断开 风雷超能 开始朝这边涌入 下一刻 一股火焰生腾而起 排斥风雷 五脏轰鸣 宛如烈火焚烧 前院 红一堂瞬间浮现 看着天空 隐约有火光映射虚空 周署长也瞬间浮现 看向红一堂 红一堂皱眉 他在做什么 火光瞬间消失 那是黑豹出手了 一张嘴 所有异象全部消失 可两人距离很近 自然还是感受到了一些情况 周署长叹息一声 彻底放弃了转换回来的想法了 李浩 好像要破火脉 他要破五脏之锁了 红一堂微微皱眉 片刻后恢复了平静 也好 他也是神通 此刻倒是淡然了 挺好的 看得开就好 超能也没什么不好 都只是力量 五是修心 只是 我怕他肉身无法承受第七道超能所破碎 问题应该不大 周署长沉吟道 他的肉身和五脏 承受第七道应该可以 第八道 那就真的勉强了 反而得不偿失 红一堂也没再说什么 只是 略有疑惑 刚刚 他好像听到了猛虎咆哮 那是李浩的事 好像并没有太多的不甘心 只有雀跃 只有激动 殊死一搏的感觉 要知道 破碎火索 肯定要覆灭掉火势的 是 是有灵的 李浩在灭杀虎势 可他的虎势 好像并不绝望 这是为何 这一刻 连他也搞不懂了 第234章 神通文字 火焰之力 要射天地 黑豹不断吞噬 也是浑身冒火 而此刻 李浩也是浑身浴火 一头猛虎咆哮天地 虎咻山林 猛虎 好像欲要破龙而出 可真的破龙而出 那便是无根扶平 迟早会消散在这天地之间 五脏之桥断裂开 风雷之能 包括火能 都在侵蚀五脏 李浩好像要被焚烧了 此刻 心脏之所破开了一个口子 大量火能涌出 他的肉身支持三系神通 好像略有欠缺 不是李浩不崩断更多的超能所 而是他承受不了 心脏再被灼烧 这就是五脏超能 跨入神通境的危险之处 各种属性能量冲突 很容易将五脏毁灭 李浩一口一口地喷着血 他眼中有些痛苦之色 面色却是淡定无比 血液在空中凝聚 五情土纳树运转 李浩顺其自然 将火能涌入其中 勾勒文字 之所以 对文字独有情忠 一方面因为他模仿的是 振兴成绝学 一方面 他有感于当今世界 教育缺失 文化断层 从上到下 都无视了文化的传承 只在乎武道 只在乎超凡 修武修心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修万丈之心 而今 武师也好 超能也好 修心者寥寥 总结下来 还是书读少了 也许 当武技都是文字 当超能秘书 都是文字的那一刻 所有人才能明白 不读书 超凡也好 武道也好 你都走不到极致 神异 气血 包括火能 此刻都不断涌入 那个字中 四周 黑豹化为金色 这是激发血脉的表现 正在疯狂吞噬 四方涌来的能量 不让李浩能量 一散出去 也不让外界能量涌入 干扰李浩的修炼 有黑豹在 倒是帮李浩 省去了很多麻烦 一个字体 渐渐开始成形 李浩默默看着 那好像并非虎字 此刻 而是化为了虎字 渐渐的 一个虎字浮现 火焰之烈 可是 依旧黯然 好像死误 就在此刻 猛虎咆哮 浑身浴火 一步步从李浩心脏中走出 吼 虎笑声再也折挡不住 这一刻 猛虎咆哮 带着决绝之意 跨出心脏的那一刻 他就有去无回了 要不融入文字之中 化为文字之魂 要不 烟消云散 再也不负猛虎之事 这也是李浩的心意 成功最好 失败 他的五脏事 猛虎事 便会彻底化为乌有了 李浩闭目 这一刻 他迟疑了 犹豫了 忐忑了 人之常情 下一刻 他睁开眼 眼中带着一些决然 都做到了这一步 何必悲伤 我心有猛虎 而今猛虎却是归入 囚龙之中 囚虎之事 并非自己所追求的 我心非如此 纵然留下了猛虎 又能如何 你去吧 李浩开口 不知是告诉猛虎 还是告诉自己 去吧 纵然是万丈深渊 到了这一步 我们一起走下去 猛虎头也不回 一步迈出 朝空中悬浮大字迈曲 大字颤动 好像要破碎 李浩也不多说 心脏之中 即将破碎的心脏之锁 瞬间蔓延而出 和大字连接到了一起 大量的火焰能量 开始朝文字输入 以文字 取代超能锁 以试 融之 此举好像只是将超能锁 化为了文字 没什么大用 实际上 却是融入了气血 精神 乃至于生命 将超能锁中的超能 彻底化为了肉身的一部分 而且 一旦成功 从今以后 可以随意动用 两者 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古人类没有超能锁 只有三交之门 李浩觉得 今人也未必一定需要超能锁 只是需要一样 承载物 承载这些益处的能量罢了 文字也好 超能锁也好 能做到这样的作用 那就足够了 天心诚 无数人都听到了猛虎咆哮声 所有人目光都朝北方看去 一位位强者 都在皱眉 李浩 又在搞什么幺蛾子 他要破第三系吗 有人呢喃一声 冷哼一声 很有可能 李浩之前只是破了风为二锁 五脏之锁没破 今日很可能再破第三系 猛虎之事好像要寄灭 李浩这是想跨入三系神通 镇压当事 一瞬间 一道道身影 浮现在九思上空 眨眼间 破空北去 巡夜人上空 一人浮现 手持长枪 气息滔天 侯霄尘面无表情 淡定自若 还请诸位司长 回归九思 有人冷笑 侯霄尘 你觉得李浩破开三系 就能镇压天下 侯霄尘平静无比 没这么觉得 三系神通又能如何 当今世上 奇人无数 别说三系 就是四系 矮至于五系 谁敢说可以镇压天下 只是 既然如此 诸位何必北去 李浩出入神通 贸然跨入三系 肉身破碎 五脏焚烧殆尽 取死之道 劝说一二把了 不劳费心 这一刻 寻夜人中 瑶似破空而来 小老头面色阴沉 还要斗一场 以阻拦他人 晋级为荣 这才是超凡领域的耻辱 你等不服气 也可破入三系神通 寻夜人中 道见悠然升空 并未开口 只是露出笑容 朝诸位强者致意 不远处 寻简思思掌破空而来 微微皱眉 淡淡道 三系也好 两系也好 改变不了什么 神通境跨度很大 两系是神通 五系还是神通 只是神通境内 跨越一步罢了 并未改变什么 诸位还是稍安勿躁 蜕变和神通 差距很大 可三系神通和 两系神通 差距就没那么大了 这只是神通层次内 再进一步 并未跨越另一个层次 一位位强者 悬浮在空 此刻都陷入了沉寂中 片刻后 皇宫方向 一位身穿黄袍的青年 破空而来 面带笑容 诸位司长前辈 今日怎么有兴趣 扶空看看风景 大皇子 有人微微点头 招呼了一声 来人并非九皇子 而是大皇子 今年也快五十岁了 却是年轻无比 笑容灿烂 比起九皇子 多了一些成熟 多了一些气度 露出笑容 看向众人 再看看北方 那边猛虎之声 震荡天地 好像濒临绝境 面向死亡 他眼中露出一抹金芒 很快化为平静 再次露出笑容 天心侯好像在修炼 修炼之时 醉际打扰 诸位还是去九龙阁喝喝茶 聊聊天吧 今日我请客 还请诸位前辈赏脸 李浩要跨入三系神通了吗 倒是真的快 要说意外 却也不算太意外 毕竟此人之前就成为了神通 境界稳固 能杀胡笑 代表了肉身骨骼五脏都很强大 既然如此 破开三系神通 好像也是理所当然 何况 他五脏之事并未破开 见众人不动 他又意味深长道 天心侯破开了五脏之锁 彻底断绝了回归五世的希望 诸位 此刻叨扰天心侯 疏为不至 此话一出 有人心中微动 之前李浩封锁五脏之事 其实还是有希望 回归为五世的 可此刻 李浩选择破开了五脏之锁 这代表 李浩这疯子 彻底放弃了成为五世的希望 他为了更强大 镇压四方 却是断了五世之徒 这是窥视传 一时间 几位强者也不好判断了 但是他们知道 此刻不阻拦 以后 恐怕再也没有摸见李浩了 心中微动 有人笑道 那就顺大皇子心意 诸位 去九龙阁做做吧 一番可能到来的战斗 被大皇子的一番话 打消了念头 行 给李浩晋级去 此次晋级 李浩再也没有 希望成为五世了 超能虽好 可终究还是有极限的 李浩破开了最重要的事 寂灭了事 这让他前期的优势 很快会化为乌有 一行人 瞬间谈笑风生 虽然依旧关注北方动静 可也渐渐安定了下来 只是三系神通罢了 何况未必一定成功呢 就算真的成功了 那又何妨 渐渐的 众人都安静了下来 朝九龙阁飞去 侯潇晨平静异常 只是毅力空中 看向北方 此刻 已经没有了当日的 绝望和沮丧 只是有些遗憾 终究 回不去了 李浩 你选定了 你接下来的路了吗 超能现阶段是很强大 可是 以后呢 破开了五脏锁之后 破开了头颅锁之后 你还能破哪里呢 你放弃了你最重要的是 选择了强大力量 侯潇晨闭目 这一刻 他不知是喜事碑 武师 到了他这个地步 几乎算是极限了 所以李浩也没办法 他想强大 想威慑四方 此刻 好像只能如此做 终究 不还是因为五等太弱吗 没能打破五师的极限 若是五等 也能轻易击杀顶级神通 何须如此 一旁 姚四也略显复杂 朝北方看了一眼 又看了看侯潇晨 想了想缓缓道 超能也不错 道剑也是超能 侯潇晨睁眼 看着他 平静无比 没有错了的力量 只有错了的心 我并不为他如此选择而沮丧 只是觉得 不值得 不值得 侯潇晨平静无比 值得吗 图什么 镇压九思又如何 镇压皇室又如何 他本逍遥 一心报仇便是 找应红月报仇便是 何须得罪如此之多的强者 逼迫得不得不跨入神通 一再和武道背道而驰 这是他的责任吗 此刻 侯潇晨冷冷道 我后悔了 后悔将他拉入了巡夜人 后悔想让他去承担一份责任 老一辈都做不到的事 何须让年轻一辈去承担 银月武林 又不是没人了 今时今日 能破开超能锁的 何止一人 为何 只有李浩 只有红一堂几人 选择了破开呢 他看向远处那些九思强者 忽然冷笑一声 再敢张牙舞爪 看我今日斩几人 让他们知道痛苦 声音不小 传入了前方 有人回头 侯潇晨冷冷看着 你再看一眼试试 此话一出 有人震动 侯潇晨 什么意思 此刻的侯潇晨 好像即将爆炸的火药桶 身上火能 隐约浮现 这一刻的他 压制不住地想破开超能锁 想要斩一尊顶级神通 几位司长 脸色微变 侯潇晨 有破锁之兆 这些音乐舞师 都疯了吗 侯潇晨闭目 手持长枪 一动不动 毅力虚空 这一刻的他 想到了很多 想到了很多很多 数十年来的臣服 数十年来的隐忍 终究换不来一些尊重 一些和平 音乐人 沉寂得太久了 而今 年轻一代的李浩 晋级了超能 而自己 却是畏畏缩缩 太多的念头 冲击着侯潇晨 官场 平衡 政治 一次次地折服 换来的恐怕 也只是如平原王一样的结果 连解封都没机会 便被斩杀当场 这就是顶级武师的下场 一旁 瑶四脸色变换了一下 远处 九思强者 也是微微震动 此刻 忽然没了之前的嚣张 巡检四司长这边 耳边传来了老司长的声音 离远点 侯潇晨当年称号并踏鬼 并踏非关键 而是阴狠如鬼魅 今日李浩破三系神通 此人恐怕已经难以承受 小心被他误杀 巡检四司长迅速落地 他看出来了 侯潇晨好像有些发狂的征兆 一旦此人破开超能锁 眨眼间就是一位顶级神通 强悍无比 最少也是二系顶级 甚至三系 真要疯狂起来 四系都有可能 至于他肉身能否承受 并踏鬼病了多年 也不见他死去 谁敢保证他承受不住 远处 九思强者也是为之动容 这一刻 谈笑风声也消失了 都安静了下来 真要逼此人化为超能吗 城内还有个李浩 还有个地副剑 还有个姚四 真到了那一步 又是一场血战了 四方彻底安静了下来 笑声也消失了 侯潇晨看着他们 并未说话 此刻的他 不知道自己到底如何想的 他只知道 他有杀人之心 却是又有顾虑 他知道 这不符合武士的心意 不该如此 可是 他还有一些责任 没能抛下 侯潇晨压下了心中的愤怒 恢复了平静 不再说话 一旁 姚四合到见几人 都多看了他几眼 此刻的侯潇晨 就是火药桶 招惹不得 几人都没吭声 纷纷落地 今日九思不想爆发血战 大概率不会再做什么 北城 后院之中 一股股滔天火势 融入文字之中 李浩好像被灼烧得 有些承受不住了 五脏强大的他 此刻才明白 破开第七道超能锁 需要的肉身强度 有多强大 他勉强可以支撑 幸好没有乱破光按超能锁 否则 破开八道超能锁 他恐怕会肉身崩塌 当然 生命之权足够的话 也许可以无碍 可那时候 消耗就不是小数字了 面前的伙子 正在迅速成形 猛虎一步步融入其中 夹杂着一些期待 并未像其他人想象的那样 只有绝望 等待新生 等待浴火重生 哄 这一刻 文字剧烈颤动 好像无法维持 李浩脸色微变 稳固不了吗 差了什么 差了什么 是都无法掌控文字吗 此刻 超能锁止是融入了一半 这就有些无法稳固了 那全部融入 岂不是会彻底破碎 断了猛虎之势的希望 李浩陷入了沉思中 片刻后吐了口气 也许 自己还是不够狠 融入的不够多 哼 滴鹤一声 无数血液喷涌而出 李浩肉眼可见地消瘦了一大截 气血全部涌入 神意也融入其中 果然 文字再次稳固了下来 因为自己付出的还不够多 生命之拳 一滴滴地破碎 修补五脏 剑能也迅速融入身体 为身体提供气血和精神 五情图纳术不断运转 包裹文字 要将这一切全部融合到一起 体内 风雷属性炸裂开 轰击李浩 这一刻 李浩好像被所有人针对 被天地所不容 火焰之力 再也遮挡不住了 风雷爆开 黑豹也无法吸纳了 此刻气喘吁吁 也是满眼沮丧 太多了 这时候 四面八方 无数能量涌入过来 好像有太多太多的能量 要钻入李浩的文字当中 晴空声雷霆 轰隆 飓风咆哮 李浩面前的伙子 好像想要熬战四方 焚烧天地 微微颤动之下 一头猛虎浮现在上 张牙舞爪 仰望天空 仿佛玉宇天空势比高 还是不稳固 李浩宁美 为何 他甚至融入了大量的生命力 可为何还是不稳固呢 看着天空浮现而来的火焰 雷霆 风暴 浴火重生吗 还是如同传说 渡劫而生 渡劫 李浩皱眉 需要如此吗 他看向面前的伙子 忽然道 百战而生 你要上去击破这些 阻挡你的能量吗 火焰升他而起 好像有猛虎咆哮传来 下一刻 李浩露出笑容 此刻的文字 好像多了一些灵性 好样的 那就 杀 一声嘀咳 文字瞬间破空 消失在原地 轰 一声巨响 响彻天地 一团火焰包裹一切 一头猛虎浮现 张口咆哮 一口将四面八方涌来的能量吞噬 火焰被他吞噬 雷霆被他击溃 猛虎践踏飓 这一刻 整个天星城遮天蔽日 都是雷霆风暴 院外 红一堂看着天空 喃喃道 你做了什么 那又是什么 虎视吗 不太像 但是好像的确是虎视 这一刻 他不懂了 李浩到底是化为超能了 还是再次化身武师了 空中这头猛虎 是什么玩意 与此同时 天星城 皇宫 地下 一株摇曳的小树 忽然蔓延而起 隐约的精神波动传荡开来 天星王 外界是否有变故 变故 大殿之中 一尊头戴冠冕的中年 看向北方 微微点头 北方那边 天星猴李浩 正在破第三神通 此刻火焰焰天 风雷汇聚 应该是能量一散太多 肉身无法承受 是吗 淡淡的精神波动 好像想蔓延开 却是瞬间感受到了虚空裂开 吞噬掉了一切 之前微弱的精神力 彻底化为乌有 下一刻 又一股淡淡的精神力蔓延开来 感觉有些不一样 可惜 我无法探查 没办法 严格来说 就是太强大了 一旦蔓延精神力 会造成虚空破碎 吞噬它的一切 这也是很多古强者 所面临的问题 否则距离如此之近 它倒是可以探查一番 如今 只能默默感受着 感受着那一些不同之处 却是无法亲眼看见 这其中的变化 为何 如此像是雷杰 新武时代 并无雷杰 新武后期 人亡一统天下 认为天下武者 肆无忌惮的吸纳能量 吞噬天地 迟早会毁灭天地 特命助神帝尊 设雷杰考验苍生 可那是顶级强者 才有的待遇 远不是如今 人族可以触发的 新武时代 不限制弱者 对强者倒是 多了一些考验 谨防后视强者 无尽未知心 吞噬太多天地之力 让天地破碎 可那是绝点 也不曾享受到的待遇 微弱的精神力 不断波动 也许 只是感知错误 何况 真要是针对强者的雷杰 整个天心城 都会瞬间化为乌有 岂会只是在一地波动 是自己多心了 此人的资料 为我提供一份 好 天心王答应的痛快 只是小事罢了 只是没想到 李浩破三系神通 居然会引起 骨强者的注意 同一时间 战天城 老龟正在吞吐天地之力 忽然 龟塔波动 老龟仰头看去 好像看穿了戒壁 看到了外界 隐约间 好像看到了什么 守护 没事 只是 这外界天地 好像诞生了 一些特殊变化 不知为何 隐约觉得 和战天城有关 老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是觉得 这天地之间 好像诞生了一点点灵性 当然 也许是第二次超能复苏即将开始了 他也不好判断 远处 巨大的怀将军 微微浮动了一下 依旧沉寂 确实也仿佛 感知到了什么 好像想要挣扎 王署长有些疑惑 他没任何感知 守护感知错了 不太懂 战天城与世隔绝 他还没到渗透战天城的地步 此时此刻 一些遗迹中顶级存在 都好像感知到了什么 可惜 有些距离太远 有些距离近 也无法探查 只能默默判断什么 而这时候的李浩 却是不管那些 火自化成的猛虎 咆哮四方 和风雷作战 吞噬火焰之力 越来越是强悍 杀意凛然 出龙便横行四方 纵横天地 可外界汇聚的能量 也是越来越强大 到最后 甚至化为 风雷火 三系雷霆 轰击猛虎 天翻地覆 红一堂声音传来 需要帮忙吗 不用 李浩脸色苍白 却是只是看着天空 不需要 猛虎有意 文字有星 这没文字 汇聚了一整条 超能锁的力量 夹杂着猛虎之势 代表了很多东西 一旦被击破 李浩必然受到重创 可若是稳固了下来 这就是大杀气 轰隆隆 空中 猛虎和三系雷霆之战 还在持续 文字愈发灿烂 剑势凝聚 猛虎挥爪 如同利剑 刺穿苍穹 武士本都是剑势 此刻 火虎之剑 荡漾虚空 院外 一位为强者 迅速汇聚 周副署长皱眉 看着天空 却是看得不够真切 李浩此刻居然用镜面碎片 将四方封锁了 隐隐琢琢之间 只看到了一头猛虎 傲视天地 他恢复成武师了 周副署长也是疑惑 看向洪一堂 这是事啊 洪一堂无语 看着他 半赏才道 你问我 我怎么可能知道 又是能量 又是事的 他也被搞得晕乎了 谁知道 到底什么情况 谁知道 李浩在搞什么玩意 他只知道 动静很大 而且也才知道 原来天地之间诞生的能量 居然也有攻击力 不是一般的攻击力 而是强悍无比的攻击力 他们好像在破灭 那头猛虎 正说着 陡然 一股滔天火焰 焚烧了天地 甚至烧穿了 镜面制造的屏障 一股火焰蔓延而来 黑暴瞬间化为金色 吞噬了大量火焰 洪一堂也是脸色微变 一挥手 一道雷霆暴裂开 将火焰吞噬 可只是一丝丝火焰 却是蔓延而来 瞬间燃烧 到了他的手上 一抖手 火焰熄灭 洪一堂手臂上 却是留下了一道烫伤之痕 他微微皱眉 有些古怪 这么强 不单单是神秘能造成的 夹杂了很多东西 有些大杂烩的感觉 搞不懂了 而周署长 也是微微后退几步 面前的火焰 纷纷熄灭 可又好像活了过来 瞬间爆起 朝他扑杀而来 古怪 周副署长一抬手 一股事好像镇压天地 将火焰全部镇压 带着一些疑惑 刚要研究一下这火焰 陡然 火焰化为猛虎 轰隆一声 爆裂开来 不留任何痕迹 嗯 周署长皱眉 红一堂也是宁眉 到底是什么力量 不清楚 难道他容神秘能入体了 两人正在外面讨论着 而李浩的猛虎之事 随着李浩气血不断涌入 渐渐地 越来越强大了 哄 一找抓出 如同初见 撕裂雷霆 猛虎一口吞下雷霆 熬战四方 李浩脸色愈加苍白 眼神却是越来越亮 蚊子 稳固了 一条超能锁 全被这枚蚊子吞噬掉了 同时吞噬的 还有他的生命力 气血 精神 好像将整个人都融入了这枚蚊子之中 下一刻 李浩闭目 一瞬间 他好像附身到了猛虎之上 这一刻 他好像就是猛虎 这枚蚊子 本就是心血之字 是道的化身 这就是他自己 李浩感知这四周 剑一陡然爆发 无声剑 猛虎挥爪 如同李浩挥剑 一剑荡出 哄 空中雷霆破灭 一切化为虚无 这一刻 李浩好像再次成为了武师 只是 还是觉得有些欠缺 当然 这时候的 他顾不得这些了 猛虎张口 无数火能涌入体内 外界汇聚的火能 被猛虎瞬间吞噬 也被李浩吞噬 眨眼间 四周能量消散一空 唯有一枚文字 瞬间凝裂而成 眨眼间 一头猛虎浮现在文字之上 化为烙印 钻入了文字之中 李浩心意移动 文字回归 落入心脏之中 这一刻 心脏平稳 没有了超能锁 没有了是 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一枚文字 安静地悬浮在心脏之中 李浩愣神 这 算是成功了吗 他不知道 只是此刻的文字 极其地安静 没有暴动 这算开辟了第三神通 还是不算 心脏之中 诞生了一丝丝血气 渐渐地 和文字相容 李浩刚刚消耗太大 此刻脸色依旧苍白 眼中也有些疑惑之意 他不懂 自己现在到底算不算三系神通者 出来 哄 满天火焰 焚烧了天地 一枚文字 随心而动 镇压虚空 轰隆一声巨响 一声惨叫传出 黑豹身上瞬间冒火 李浩一正 急忙收拢文字 文字消失 而黑豹 却是被烧成了黑色 惨叫声不断 直到李浩输入大量剑能 黑豹这才哀怨无比地看着李浩 李浩尴尬 只是试试看 能不能用而已 抱歉抱歉 下一刻 却是狂喜 可以 而且 还很顺利的那种 火字一出 居然就是神通自成 对五脏也没任何压力 这 什么情况 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按照振兴成绝学 去做一次尝试而已 可是效果好像惊人的好 这 若是如此 我再画其他四脏神通 再将风雷纳入 再感悟光暗之势 岂不是 纵横天下 可下一刻 忽然沮丧 我只感悟了五行之势 不会风雷之势 不会光暗之势啊 若是如此 我很难凝聚各种神通文字的 可五脏 是可以的 李浩眼神血量 这一刻 他有些激动 这文字力量 不像是外来的 而是他自身的 随意操控 和内镜差不多 甚至比内镜都要贴合自己 这是不是说明 我成功 将神秘能化为己用啊 火 手中浮现火焰 随意一掌打出 轰隆一声巨响 四周化为火海 这比不稳定的风雷神通 要强大得多 可惜 李浩感知了一下 有些肉疼 见能消耗许多不说 生命之拳 瞬间消耗掉了起码20滴 真够浪费的 当然 比起火字稳固 倒是不算什么了 火字内敛 下一刻 李浩感受了一下 心中微动 此刻的他 好像还是和之前一样 只有风雷神通 火焰神通 好像彻底消失了 脸熄 彻底内敛了吗 这 厉害了呀 李浩瞬间露出笑容 他好像知道 自己接下来该怎么走了 尽管此刻的他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算不算武师 可建议可以再次使用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延续之前的路 继续感悟事 融入神通之中 然后化为文字 一字一神通 一字一世 最终 这些字 能否化为一体呢 李浩一个个念头浮现 陡然雀跃起来 这一刻 只觉得豁然开朗 我的道 好像就在前方